歡迎來到車尾巴,我是寶咖咖 今天我來做一些焊接經驗的分享 一般我們在看到的電路板就是長這樣 它是電子零件跟電路板的結合 那結合的部分我們就需要用工具來結合它 那什麼工具呢?最常見的就是烙鐵 烙鐵在焊接的時候就是把這個電子零件穿過電路板之後呢 透過焊錫把這個電子零件跟電路板做結合 那結合完之後它就是一個完整電路板就可以使用了 但因為現在的科技進步 所以取而代之的呢,現在比較多的都是這種SMD的零件 那這個零件的特點就是它的零件非常的小 而且它背面是不會穿過去的 所以這個在焊接上,用這種烙鐵在焊接其實就是比較吃力的 所以在這麼小的零件焊接,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呢?有! 像是我們手上的這一台恆溫加熱台 而它就是可以透過這一台加熱的方式來取代焊接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電路板呢,把它放在這個加熱平台上面 它就可以把錫在板子上融化,進行固定與焊接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焊接的時候,不只只有烙鐵 其實加熱台也是很常用到的一個工具喔 欸?那加熱台都這麼小台這麼可愛嗎? 其實這一台非常可愛,但一般的加熱台呢,有這麼大台 那這麼大台,它在加熱的時間會非常的長 通常都要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溫度才會平衡 那而且功率非常大,放在桌上也是非常佔空間 所以我們在焊接的時候,如果我們自己做電子創作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在我們一般的焊接來講 那大台呢,比較適合用在這種大片的連板上面 對,這種的話,就放在這個恆溫加熱台上面 做大面積的焊接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一般的電子創作不需要這麼大 所以我們適合用這麼小的就可以了 那這個小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尺寸小 所以它放在空間上,空間可以做一些應用 電子零件的置放啊,烙鐵的置放啊,空間就會非常大 那第二個就是它因為尺寸小,加熱會很快 大概一分半左右,它就會加熱到溫度300度 就可以進行焊接的動作 所以小台有小台的優勢 所以一般我們在焊接的時候,電子創作的時候 用來小台的恆溫加熱台其實就很方便 那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因為我看到傳統的加熱台,它好像是銀色 看起來像是那種鋁合金的那種台面材質 那這個是黑色的,所以我今天在選擇加熱台上 是不是也有材質的問題要去考量? 喔唷,我們拿另外一台來做解釋 這一台呢,是今年初上市的一個產品 那這一台第一時間沒有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們還在做一些穩定性的測試 是時候現在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會發現這個台面有兩種不同的材質 這個是白色的,這是黑色的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裡呢? 這個呢,是經典的航空的鋁合金 它很明顯的,它就是整個鋁的顏色 一般傳統的加熱台,它這個材質都是鋁合金的 好處就是它的傳熱很快 如果說上面有一些髒污啊 或是焊接的時候有一些殘留物 那我們可以用沙紙清晰的把它研磨掉 那它就可以變得很乾淨 這就是傳統鋁製的加熱台 那這一種呢,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黑色的這加熱台 那它為什麼是黑色的呢? 因為它是黃銅的材質 因為本身會磁息 所以它上面鍍了一層奈米鍍膜 那這表面呢,就會比較光滑 不會藏污納垢 那除了材質這兩個在清潔度有差異之外呢 鋁的材質它導熱很快 所以它的升溫就速度會更快一點 那所以一般的加熱台為什麼用鋁的? 因為它的升溫很快 銅呢,它的好處就是它的熱容積很大 會比鋁還要大 所以它可能會再多10到20秒 才會達到工作溫度 你今天電路板放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電路板吸熱很快 它其實是比較不會溼溫的 因為它的熱容積夠大 所以這個熱可以降低的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兩台呢,差別就在於說 這個熱容積大一點 這是升溫快一點 這兩個都有它的優勢在 好,那這兩個種規格 就是迷你跟超迷你這兩種要怎麼選擇呢? 這兩種的話,就實測看看 看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台的差異 右邊是MHP30 左邊是MHP50 那這兩台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加熱台的不同了 右邊是3x3公分的加熱面積 左邊是5x5的加熱面積 那在使用上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需要大面積的焊接 那就適合用5x5的 如果你要局部的焊接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3x3的 是比較方便 那以高度來講的話 3x3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因為底部有一個支撐的一個角座 所以它的穩定度也還是不錯的 那5050呢 它畢竟面積比較大 所以它的穩定度相對來講也不錯的 好,那再來就是看供電的部分 MHP30呢 它是用Type-C PD協議的供電 我們把它插上去之後呢 它會提供20V的電壓 最高有65W的功率 讓它加熱 那這是50的部分的話 它的供電部分呢 一樣是Type-C的部分 還有新增一個DC5525的插座 這個插座呢 可以用一般的筆記型電腦的變壓器 來供電也是可以的喔 Type-C的插座插上去之後 它最大供應可以到100W的功率 如果是DC供電的話 最高可以到150W供電 這兩個加熱的時間 30的面積會比較小 所以加熱的速度會快一點 50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它的加熱速度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其實這兩個都是加熱很快的速度了 那這兩台要怎麼選呢 我可以做一個範例 這是一個LED的燈板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個LED解焊下來 但是我只要解焊一顆 你們發現它一次加熱了好幾顆 但是我只要一顆而已啊 所以如果說是單顆的小部分的加熱的話 其實是30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它其他的部分就不會加熱 很適合在局部的區域做焊接或是解焊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是整片板子需要加熱進行焊接 那就適合50比較大的面積 然後供電的部分呢 這台是65W 所以它使用的電源只要選擇65W或以上的規格就可以了 但是50的話功率比較大 所以它的變壓器就必須要選擇100W 甚至DC的話要150W以上的功率才能使用 再來50的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現在升級成彩色的螢幕 它的功能也比較多 它可以加上reflow的功能 在不同的時間提升到不同的溫度 模擬回焊爐的一個功能 但是這個基本上對我來講其實是很少用的啦 我也是把電鍍板放上去做一個解焊 其實就馬上拿下來的 沒有一個溫度的曲線 但如果說你很要求的話 其實它可以設定一個溫度曲線 讓它的熱板的溫度呢 能依照你的溫度變化去做變化 那再來就是它裡面有加了散熱風扇 因為它面積比較大了 所以它的底部為了隔熱 所以它要做一個散熱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材質的部分啦 黃銅它的熱容積更大 所以它的溫度變化更小一點 鋁合金的部分的話就比較好清潔 而且深溫速度比較快 如果你硬要我選一個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鋁合金的 因為鋁合金只要一張我可以把它磨掉 看起來就是非常乾淨的 而且它的深溫速度比較快 那如果是你 你會選擇哪一款呢? 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就是我們之前那一台小的三菱那一台 我們不是有出那個小小小洗爐模組嗎? 那這樣之後那一台大的 會出洗爐模組嗎? 欸大哥 你再喝茶 嗯 現在帶著一個鏡頭 喔好 那我再繼續講 MHP30呢 我們有設計一個錫爐模組 把它加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錫放在上面做融化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焊接 或是沾錫的動作 那50有沒有呢? 其實也是可以有的 但是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CNC非常的貴 而且我們使用的是航空鋁合金 所以成本很高 如果放在這麼大的面積 單價會比30高非常的多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它的面積大了 我的錫的含量就會更多 錫快融化的速度就會變滿了 導致我在使用的時候 還要等更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呢 目前還是以MHP30來做錫爐模組的搭配 至於50呢 目前是沒有這個規劃 所以如果你想要當錫爐使用的話 建議就選擇MHP30 它是加熱速度跟成本 達到最佳的選擇 那50呢 就純粹做加熱焊接解焊的功能囉 好啦 該怎麼選?你心裡應該有個底啦 那這次的分享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你在幹嘛 吃巧克力鍋啊 為什麼 巧克力鍋 因為 就拍很久啊 有點餓 我也要 我也要 來一次